到張家界買湖南特產,美味的臘肉、香腸,竟然來自這些死因不明,惹了昆蟲的病死豬。 公安部在湖南、廣西、河南等11個省區,破獲出售病死豬的供應鏈,市值1億人民幣,拘捕110多人。 不法商人,以不到2元一公斤的價錢,由養殖戶手上,大量收購病死豬,找到無牌逃房逃宰,去除內臟,然後以8元一公斤的價錢,轉手給臘肉、腦肉加工廠。 你為什麼要去買這個病死豬肉做辣肉? 因為他們收的價很低,拿好豬的話就做不出來。 除了小工廠,湖南兆東這間持牌的食品廠,更加是病死豬的大客,每次入貨幾十噸,加工之後轉手給張家界多間大型食品生產商,包括所謂的龍頭企業,最終製成湖南特產賣給遊客。 病死豬源源不絕流入市面,又養殖戶說,是因為國家向他們發放每隻豬80至800元的死豬補貼,被人中飽私囊。 這麼多年了,我們就是補了幾年以錢補了一次,以後的房子就是沒有到位, 我意思就是平均下來每一頭補了十塊錢。 而政府檢疫,也都形同虛切,合格證有錢就買得到。 按內地法例,養殖場裏面,因為疫病而死亡的禽畜,禁止宰殺、買賣和食用, 刁棄之前要經過特別處理。